小院给人收拾了干拌净净 聚声隆隆了 今天主要是到这个找院 修这个树枝 主要是这一片 看出来的树枝 现在气温有点上升了 有点热了 今天树不是特高 但是比较密 老哥俩又配合上了 今天到这小院 看着小院也很好 石板路铺的相当的好 这小棚子 和我总之上今天心情很好 因为干活比较顺 而且这些活对他来讲 是手拿管管 核大哥负责拔梯子 只有核大哥拔梯子 猴哥才觉得安全 核大哥负责拔梯子 还要拒这边 这半边 这半边也是探到这个乌烟上的 手拿板钻 准备修那边了应该 核大哥让开的 清客间第二棵树也修完了 现在猴哥的就是这些树干了 而且到这个院子 所有探出来的树枝 基本上都修的差不多了 密林顺度的才一个小蜜蜂 何大哥 你干啥又开始干活了 少半了大哥 干一半了 这老何大哥 往前进他 我就接着我给他录了一下 大力随手 这树我们修的差不多了 看着们都给他修了 基本上 一大堆的垃圾又造了一车 今天猴哥就干这活 今天热 房多漂亮 你看何大哥说 说猴董事长这新造型 能像从号里出来的 哈哈 就是牵揍 乐而不比 老哥俩 车都满了 现在装的 吹风机拿来 吹风机一响 证明这个活 基本上就算结束喽 都是我小镇丸 哪儿了 你看看 小鸟去一手 横花了 没跟大家提醒 今天猴哥有一个新造型 秋风扫落叶 这道不是 这也是风卷残云 今天任务 结束 结束 我就说 这还可以 呢